大家好,你現在看到的是Poloshop的一個教學影片 很多人想要學Poloshop,但卻又覺得Poloshop很難學 不知道從何學起,那其實Poloshop沒有你想真的那麼難 我將會用非常簡潔又清潔的方式去教 我不會直接教你怎麼操作,我會先教你概念 什麼樣的概念,做每邊要懂的基本概念 如果你以後想要當每邊,那這些概念你一定要知道 因為工作之後沒有人會教你這些 他們會覺得說這些是你應該要知道的東西 這將會是一系列的影片,那我將會帶領各位一步步的去認識Poloshop 今天先介紹每篇這個行業 你印象中的每篇是什麼? 你印象中的每篇是什麼? 是只要會修圖就好嗎? 還是說只要會把圖片削弱配開亮亮? 這樣就好,其實不是齁 其實你每篇這工作很廣泛齁 比如說你所在平常你所看到的廣告防部 像是選舉院的廣告防部 車體防部 車體廣告的防部 或者是賣房子的一個大型的防部 或者是說 活動舞台後面所用的防部 這些 都是每邊要去做的 要去設計的 或者是說你所看到的廣告單 商品 各種的商品目錄 或者是個人名片 甚至是招牌 對,沒錯就是招牌 你可能沒間店的招牌 也是每邊要做的 還有貼紙 各種的車體貼紙 電腦各自 這些 還有 各位所知道的照片 修照片 分殺照 這些 還有最後一項 包裝 什麼樣的包裝 各式各樣的包裝 甚至是 箱子的外箱的設計 這些 都是每邊的一個工作 每邊所包繁的一個工作 那每邊工作設計有哪些 商品拍攝 各位一定要記得齁 一個 東西 這個你一定要記得 照片拍得好 後製沒煩惱 你只要照片漂亮 第一個 你不用花太多時間去修 你工作上 效率最增加齁 你不用去花一天或花半天的去修這一張圖 不管你以後 不管你以後會不會去做每邊 這個一個東西 你要記得 Protoshop 沒有那麼的厲害 好 不會 把 不要故意去弄一張 很 落差的圖 然後要 每邊 幫你把它修得很漂亮 那是不可憐的事情 我先講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 再怎麼修 也是有一個 限度戰齁 而且今天每邊要是 你跟那個每邊 事情 可能處得不好 他可能就是直接把你隨便修一修 那 他可能就是 直接隨便把你修一修 然後就 就把你送上去的 那吃虧的會是你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剛上一頁所做的 各種商品的 廣告單 DM 行路 商品行路 名片 還有各式各樣的防部製作 好 還有 再來就是廣告橫幅的 Banner製作 網站廣告橫幅 你上網看到的各種 各種 各種圖片 會動的 靜態的 這些 也是明明要做的 再來的話 這是各位所知道的 商品美化的 圖片美化 跟合成 還有再來就是 人物美化 以上這些 都是牽扯到 商品拍攝 你照片拍得好 以下這些 一二三四點 效率 工作效率就會非常的好 你就不用花太多時間去修 而且如果 為什麼要 一定要自己拍 因為 自己拍的照片 你在設計上面 就沒有阻礙 如果他是由對方提供 什麼意思 如果是對方提供給你的照片 你可能就要去 配合他的照片角度 去共識 這個DM 或是這個廣告行路 那 可能就會有去先做 如果今天是 你自己拍攝的東西 角度 你就是自己抓 你要設計東西 就不會有什麼阻礙 那在美化上面 就不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問題存在 好 那 最後一項 廣告版型的製作 那這個就是 所謂的 網頁設計師 那 那 每一個 網頁公司的制度不同 有些網頁設計師 只要把 前 版型做好 丟給 工程師 工程師 就會把全部 做 做串連 做串連 然後 網頁就出來了 可是有些 可能就是 但是會要求你把它做成網頁檔 這個時候 你就必須要回基本的 JuneWayments 這個操作 每邊的總頁有哪些 一 設計類 就是主要就是 廣告設計 商品行路設計 廣告旁舖設計 這些 那 第二種 就是網站設計類 那主要的話就是設計 設計網頁 那 你要回基本的JuneWayments操作 如果你會JuneWayments操作 那 相對的 CSS語法 你應該也是會懂的 那 再更進階一點 你可能就是會 要懂得 JavaScript JQE 程式語言的一個運用 因為 這個 會牽扯到 網頁製作上的一個 沒有關 度 最後一項就是 繪畫師 超總師 他們主要就是 以繪畫為主 那 你可能看到的各種遊戲的 人物角色 或者是 一些 漫畫 這些都 這些都 就是 這些都是 揮畫師所做的一個工作 那 那 這下 要介紹的是 每邊會使用到的一個軟體 這是一張 求財 令 上面有寫的幾個軟體 那你懂哪些 每邊會用的軟體就是 Poloshop 基本的 再來就是 Illustrate 再來就是 Coldtot 這三個 基本上 Poloshop跟Illustrate 他們 都是 有Adobe 公司底下的一個 系列產品 所以說 Poloshop跟Illustrate 如果你是搭配使用的話 是 呃 工作上會是 事半功倍啦 因為有些東西 物件直接拉過去就可以了 用 你在Poloshop做好之後 拖一的方式拉到 AI上去 其實是很快的 如果你想要偷懶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 可是 如果你的背景是透明的 你拉過去 Illustrate 它會變成一個白色 白色的一個 背景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注意到的 Coldroll的話 有人說 他比AI好用 有人說他比AI好用 那我個人 我是習慣 用以拉去設計東西 Poloshop 是基本 你一定要有東西 之後 你必須再要匯 以拉跟Coldroll 這兩個 其中一個 你一定要學會 那另外一個 如果你今天你學會了以拉 那Coldroll 你也是要會懂得操作 因為 有些人他可能會 會用Coldroll 去設計東西 答案丟給你 那你 你就是要 要學會怎麼去 基本操作 一定要會 你不一定要會 要會設計 可是基本操作 一定要會 那每邊會有哪些專門名詞 去背 意思 就是 這樣 背景去除 只有你想要的物件 那通常會是 商品或是人物 簡單講好了 你可能是拍一個照片 拍一個 手機照片 你背景你必須把它去除 你只要留下 留下 手機這樣商品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拍一個model 拍一個 拍一個 你的女朋友 那你要合成 你就 勢必 就是一定要留下 你的 女朋友 或是model 背景不要 好 那這個 這個動作 就叫做去背 像素 指的就是 圖片大小 那基本上 你可能會聽到 呃 1024x768 1980x1024 或者是 3000多x4000多 這些 單影派出來的一個像素 也是指 圖片的一個大小 那它會影響到 大圖輸出的一個品質 接下來是解析度 那這是指 圖片的畫質 那它單位是dpi 那 它也會影響到 大圖輸出的一個 品質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齁 圖片越大 不代表解析度越大 但是 圖片越大 可以 運用的範圍就越廣泛 齁 它可以做 已經 一個圖片 例如有3000 3000多 4000多 的一個 畫素 像素 它就可以做 大型的一個 大圖輸出 大型的廣告放度 這樣 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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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的解析度 越大 不代表圖片 越大 齁 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張圖片 它可能只是1024x768 可是它的解析度可能有達到300 達到300 其實300 300就是基本的 300一張就 太恐怖了 它基本上就是可能會有300 或者是更小的 200x100 的一個像素 它解析度也有可能到300 那它可不可以做 大圖輸出 基本上是可以 大家看你拉到多大 基本上它是可以的 解析度 如果 一般電腦解析度只有72 那如果你是要做 A4大小 大概就A4大小 一般看來的 三平行路 你的解析度 大概要落在150到300 150到300 如果你解析度只有72怎麼辦 如果你的解析度只有72 你的像素 也就是圖片大小 基本上 一定要大於3000 你的圖片像素 一定要大於3000 這樣子 印刷出來的品質 才會好 才會漂亮 圖才會漂亮 如果你翻 你可能翻東西 翻雜誌 翻 翻些東西 會發現說 有些圖片 顆粒為什麼會那麼大 有些圖片 很醜 因為 圖片的 但是圖片的 解析度 或是像素 沒有 複合 印刷廠的最低要求 這也是 很多人會去忽略的東西 可是 印刷廠 廣告商 出圖中心 他們都 大致上都會跟你講說 你的圖片解析度可沒有到 或是你圖片太小 印出來可能會化石很差 他們可能會跟你 印刷錢會跟你這樣 一個告知啦 那要不要印就是看 看個人 可是基本上 如果你是一個專業的 一個 美邊設計師 這兩個東西 你就一定要懂 那最後一項是出血 出血 而且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叫出血 那 出血這指是什麼 指印刷廠 他要裁切的範圍 呃 印刷廠他們在印的時候 都是依照很大的全開的指 下去 一次印出來之後 再用機器下去採 所以說 你一定要留他 他機器 要裁切的一個範圍 你不能做 剛剛好 如果你就剛剛好 印出來他已經 裁下去 那他一定會變 小於 0.2到0.3 mini的一個 一個大小 一個大小 比如說 一個S 他的大小是 21x29.7 那 如果今天你要做出血 左右上下 都要大概做0.2公分的話 那你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要設計 大小範圍的設定在 21.4 乘以30.1公分 保留 左右上下保留 0.2公分的距離 讓 機器去裁切 這樣切出來的大小 才會是 21x29.7 那你在 設計圖片的時候 設計 東西的時候 也要把 物件 盡量 往中間 往中間 集中 不要太 靠旁邊 才不會 到時切下去的時候 你東西才不會不見 或是 缺角 這是要 這是要注意的地方 那 大致再 呃 介紹一下 Poloshop這個軟體好了 他是 1990年誕生 當時只支援 蘋果電腦 那 隔年的 2.0版之後 才開始支援 Windows 再來 2003年都是 以 數字來 表示新版 也就是可能 Poloshop 3 Poloshop 5 Poloshop 7 Poloshop 9 在2005年合併 Macomedi 之後 Macomedi 是 Juneweber的前身 的前一個公司 其實 Juneweber以前叫做 Macomedi Juneweber 那他被 Adobe 合併之後 就變成Adobe Juneweber 嗯 那 2003年之後 才開始 CS作為代號 可能就是 你常聽到的 CS3 CS4 CS5 CS6 然後 隔年 又開始 13年又改為CC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改為CC 也就是指 16年之後 好吧 更正 CS6之後 他全部都 改為CC 也就是說 沒有CS7 只有CC 這樣子 那最後來介紹 Poloshop 他有哪些 的 檔案類型 他可以存哪些檔案的類型 他可以存哪些檔案的類型 第一種 PSD 也就是 PS Poloshop的一個原生檔案 那你所設計的圖層 都要保留住 之後都可以再做修改 這個是一定要保存的 如果你真的確定之後不會做修改的話 那你就是可以不要去存 那如果你之後會再做修改 那 強烈鍵一定要存 存一個PSD檔 再來是 JPG 平常 這個大家都應該都知道 平常會看到這個 檔案類型 那他因為他存檔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畫質的要說 所以有時候 畫質沒有很好 很好 再來是 PNG 製作網頁的時候 會用到的一個答案類型 PNG跟 JPG 有什麼差別 PNG 他存檔的時候 他不會要說 圖片 所以說他的畫質 不會被破壞 再來是 他答案小 他的答案比 JPG 來的小 再來是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他 可以存透盈背景 的答案 什麼意思 JPG的答案 他 就算你把他去背了 你存到JPG的時候 他還是會給你一個白色的 白色的背景 好 那PNG不會 這個就是 PNG跟JPG 最大的差別 再來是 TIFF檔 大圖輸出會用 常用到的一個 答案類型 那他的畫質 不會 因為 你存 Tip檔 而 去 被破壞到 這是常用到的一個 一個 檔案類型 再來是 GIF檔 也就是 常常在 臉書上看到的 一個 影像狀態檔 最後一個是 PDF檔 一個是 電子書檔案 PO效果 他 可以 讀取 PDF檔 他 也可以小 度的去修改 PDF 檔案 變得 東西 那 以上這些就是 Poloshop的第一堂課 都是以後工作 會用到的 一個東西 那也是 作為一個 每邊 該要有的 基本概念 基本知識 希望能夠 記下來 希望各位能夠記下來 因為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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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